住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富兰克林躺在病床上 身体虚弱但还能勉强睁眼 他自曝能够捡回一条命全靠特斯拉 半夜两点胰岛素帮普出现问题 严重脱水血糖高达670 当下第一时间只能用尽力气爬上爱车特斯拉下达指令 能够顺利保命关键就是特斯拉在北美推出最新版本的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不论弯曲道路十字路口圆环通通难不倒特斯拉自驾系统 而富兰克林能撑到治疗还多亏这项功能 富兰克林的Model Y主动提议在抵达急诊室时使用自动停车功能 让他能立即就医 这次经验让富兰克林大赞 曾经拥有过的保时捷 宾士等品牌都比不上特斯拉 特地向马斯克致谢 但碰上中国电动车倾销全球 特斯拉传出得全球裁员百分之十 估计1.4万人卷铺盖裁员比例创新高 今年第一季交车辆也远低于预期 能否靠着自驾科技挽回销量颓势 有待后续观察 三立新闻